作用抗氧化剂的能力 它会达到更高的层次 所以这个产品也让我看到 见识到如心公司是一个 不断求进步的一个保健品公司 可是始终它是一个保健品公司 它在整个学术地位上面 它所能够做到的是 投入到一个商家 它的最重要的良心 它的良心是在于 用最合理的价钱提供给消费者 最有效 最合理的 计量安排的一个组合产品 如Pay LifePack 它消费者取到这个产品 得到这个产品 他们诉求的期待结果 是让老化迟疑点发生 延缓老化就是我们这款产品 主要要提供给我们的一个结果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如何被延缓老化的 我们只知道根据学术研究 抗氧化剂可以做得到这一点 而如心公司 它是一家良心公司 它会给我们最安全有效的成分 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让我们的产品发生效果 仅此而已 到了19 应该是到了1999年的时候 如心公司收购了华帽公司 那因为因着收购华帽 我们公司就吸收了非常 庞大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库 包括有顾问团队群的一些国际 大学术界的这些泰斗人物 我们的叫做顾问群 是我们的重要的 重要的这个 等于说是研究人的思想 是我们的驱动我们整个事业 是驱动我们整个华帽公司的那个产业 能够在学术界能够站得住脚 而且能够很理直气壮的 去把我们的研究报告 研究结果呈现给学术界的人 来评判 让他们也来了解我们这样子的公司 是一个非常认真 而且是不计代价的去提供给消费者 最能够被量化出来的一个效果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一一的呈现在 我们的眼前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华帽公司的 科研团队作为我们的支持 作为我们的后盾 那有了华帽的科研 我们就从此呢 有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完整的R&D基础 而这个R&D呢 它吸收了华帽的前身 在没有被收购成为如心公司之前的 在墨沙东药厂 也是我过去工作的药厂 我们做的非常多的中草药跟自然草药 自然那个叫做natural remedy的研究 我们在基础研究的部分呢 那个时候在墨沙东药厂 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跟牌力下去 而是当时的决定是 他们不相信这个产品 这样子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因为认为这样子是完全办法 拿专利的这个保证的 那么专利对这个药厂来讲 就是他们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个市场 取得这个独占性的这个 唯一一个药厂要推出来的 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带来 这个商业的利益呢 就要完全看我们能够在 这个专利的部分能够保障 不断的从专利上面去进行一些修改 进行renew 我们就可以长期的独断 垄断这个市场 那这是药厂的一贯习惯 他们上来就是这么样子的习惯的做法 遇到天然的这种成分的时候 他们就遇到难题了 因为他们没办法申请到专利 专利不属于任何人或任何单位 而是属于它是天然的 天然就有的东西嘛 它不属于任何人 好 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呢 华贸公司的原始创办人 赵涅茨博士就独立出来 自己创办了我们的华贸公司 华贸公司是在一群科学家的领导之下呢 成销售的东西并不太好 大家也众所周知的就是 科学家通常不会卖产品 这个是他将认的事情 因为他们只是专心把心理购买在这上面 他们根本就没有心理去了解 商品的就是一个产品的流动在市场上面 是怎么样做大做强的 那经过由于这一层关系 这个问题 这个华贸公司 华贸公司的张念慈博士呢 就很幸运的在 巧遇的这个机会下 他认识了如新公司 这个错核是由 美国犹他州的参议员 在牵线促成 张念慈博士跟 罗白里先生相见的这个机缘 所以经过他们两个公司的负责人 互相交换经验之后 交换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理解之后呢 就很在短短的几天内达成了 非常非常友善的叫做收购 而且是彼此用股票来交换 那个一种收购行为是 而且我如新公司完全 罗白里先生完全尊重 张念慈博士的他对整个 华茂的企图心跟他的一种 不断的要做研究 不断的要反复的去做市场的调查 反复的要消耗很多很多的财力 很多的金钱去做一些临床实验 这些都不是营养保健品公司需要做 但张念慈认为要在医学界 能够取得一个被肯定的地位 我们这些我们要按照做医学的 做药的标准来做 这是他额外的要求 没想到罗白里先生也一口答应了 然后他会答应的原因是因为 罗白里先生向来他就是放手给一计代价的 他是不计制造成本的代价 而因为从如新的行销的这种商业模式上面 我们就有办法就有能力 可以把相对资本昂贵的一些制造过程 能够把产品交到消费者手上 用大家都可以付得起的价钱 而不是天价让消费者享受到 他们是贵族般的这个 才能够可能享受到的产品 那么讲完我们的华帽收购过程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2003年 2003年是重要的事情 在我们生命医学界生命科学这个领域里面 一个重大的突破是人类基因被解码了 因为人类基因解码 整个医学的研究就已经就进入 瞬间的进入基因时代 各家药厂的R&D就开始进行基因探讨 基因的这个药品的研究 基因的这个疾病的研究 那他们在做这个基因疾病的一种 等于说是赛跑一样的研究的同时呢 如性公司却在2009年的时候 就已经就能够率先推出了 我们的第一款基因产品 Edge Lock 患肤系列的产品 第一款是查的外用的 那么这个探讨的 我们是用患肤系列的这个产品呢 来帮助我们达到年轻化 所最大的一个支持的这个支柱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 就能够产生出来我们的第一款产品 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它非常不简单 它可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它是用基因表达力的这个方式 来呈现出来 让我们的皮肤能够回到年轻的时候的状态 这跟我们过去的皮肤保养品 让我们看起来年轻 让我们脸上皱纹减少 水分增加 不一样的地方是过去我们所用的是 你的皮肤因为老化 而慢慢流失掉 失去的能力 我们在靠外擦的这些产品 擦在脸上这些成分 让我们通过皮肤的这个吸收 能够去补足我们流失掉的一些成分 比如我们的皮肤保湿能力衰退了 老化25岁以后 我们的这个NAPCA就开始减少了 我们通过用大豆提炼出来的NAPCA成分呢 我们再去补足我们皮肤 因为年纪大了而流失掉的这个能力 那但是H-Log这个系列的时候呢 我们进入H-Log抗衰老 我们说是基因表达力 我们说它是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这个基因给的命令 我们让这个表达产生出来的结果是表达出我们年轻的基因表达 意思就是说我过去年轻 我的皮肤能够制造NAPCA是因为它基因发了命令 它就可以出现这个皮肤的年轻的表达 是吗 那因为这个命令是让我们这么表达的 而不是说我靠外插的 这些东西插下去以后 是解开我的基因被限制住的 无法表达出来的这种年轻的表达力 这一点呢 就是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合理 是吧 它是一个从遗传学的角度 从基因表达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非常的合理 但是这个合理呢 是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我们能够确信 它的确是在完成呢 我们就是用基因晶片来做这个筛检工作 哪些哪些成分可以使哪些我们重要的基因 能够发生年轻化的表现 那我们通过基因晶片来做筛检的时候 就可以确定我们需要的成分是哪些了 但是呢 至于是哪一些基因是关系我们 我们的这个所要的这个皮肤的表现 比如说它缺水 哪些基因是能够帮助我们皮肤 能够制造吸收水分的这个成分呢 那我们就要知道 是有一个基因资料库呢 是来自于生命基因公司 我们先从生命基因公司 取得这些相关的这个数据 数据的来源 当然那个时候乳心公司是要去向生命基因公司 花钱买来的 那这些基因科学家 两位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他们是怎么知道有这些基因的呢 因为他们过去曾经经过了30年的研究 从恒河猴衰老 年轻一直到衰老的过程 不断的追踪他们的身体里面 基因发生的变化 那它所谓 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 通常都要有一个叫做实验组 一个叫做对照组 那这个所谓的对照呢 就是它的自然老化过程 它所谓的这个实验呢 就是它一直保持年轻的这个部分 他们所用的那个生物sample model 就是那个模式呢 我们用的是印度恒河猴的 同卵双胞胎的恒河猴 一对一对一对的 一共取得sample取样式大概40几对 那有一只 其中有一只同卵双胞的一只呢 是让它自由吃 吃到饱 永远都是让它饱足的 另外一只呢 是永远限制它的热量 只让它吃77分饱的 从它一出生一直到它老化到死 都只吃7分饱 那经过了30多年的这个研究追踪 不断的收取它们的数据 生那个基因发生的表达的改变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那一只吃7分饱的这个猴子呢 另外那只吃到饱的呢 就是呈现到了它的生命的 最后那几年呢 都是老化 得老化病跟人类一样 糖尿病 癌症 心脏病等等的 因为猴子是灵长类 跟人类当然也是灵长类 我们的基因库有相似度达到98% 我们有98%的相似度 但所以呢 它们收集的5亿笔的基因资料库 是因为非常非常接近 它表现出来的基因表达很接近 那么好了 如新公司生产的第一款 换肤系列产品 我发现它当呈现给我们 让我们了解认识它的时候 我们毫不考虑的 就是我还记得当年的那个盛况 几乎每一个从世界各地来的一些 一些这个参与者呢 都是用抢的 用拼着老命去想办法 在现场抢购出来 抢购回来 那抢不到的有一些 比较斯文动作比较慢 从来没有过这种抢东西的经验 的一些的国家的民族性的人呢 他们抢不到针竟然都坐在地上哭 这是有一种让人非常玩耳的这个场面 但是可见得大家对这个产品的期待 跟对这个产品还没有使用 还没有看到见证的照片 还没有任何人真正的用过 大家都已经开始对如新公司 无条件的相信了 大家要经营我们经营如新有一段时间的人 我们会发现大家的共同点就是 我们对如新公司的信任度是达到了百分之百 产品绝对会出现效果 但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产品出现的效果来得非常快 产品的效果不但快 而且它非常非常精准 它所要的所表达出来会出现的效果呢 它也都一一呈现 也都在每一个使用者的观察上面 我们可以细细观察到 真的都发现都有这样子的成果发生出来 那当然这就是因为有了生命基因公司 提供给我们的基因资料库 而且呢生命基因公司告诉我们说 衰老的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基因影响的 而是一组一组的基因群组 他们所谓的叫做cluster 一群一群同一个问题 同一个老化问题 它可能会是七八种基因 联合在一起影响的 这个叫做cluster的这个效应 基因群的发生的一个效果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解决我们的皮肤衰老 它是若干个基因群一起影响的 那不同的表现上面 因为衰老不是只有单单的缺水 它可能也造成这个毛孔粗大 也可能会形成一种现象 就是皮肤松弛等等的都叫皮肤在衰老中 那你看得出来的表现就这个人就老了 可是这个老仔细那个去分析出来 是有很多种很多种不同的因素造成 共同contribute的是我们的老的表现 那万福系列给到我们非常强大的一个信心 知道如新公司的H-Lock 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 一种新的技术平台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平台 这任海博士说我们可以做上百种产品 因为我们这个题材是永远也做不完的 我们会继续不断的再开发出来新的H-Lock产品 而索性呢 我从那个科研的角度来看 我们产品我们要推广出来一个新的H-Lock系列产品 我们只要通过基因芯片检测 基因的筛减的过程 可以说时间来得很快就可以筛减成功 而且它所用的材料都是我们过去 在华帽里面 华帽的研究的基础是天然草药的资料库 天然跟年轻有关系的资料库呢 我相信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随便一找就可以找出来 很多让我们可以美丽 让我们可以见可以皮肤可以好的 一些重要的材料 如果我们把这些引致的好处 对皮肤的好处 这些产品这些项目拿来做筛减的时候 我们很快的就整理出来了 我们的换肤系列 那么第二个产品呢是开始内服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有R平方产品出来了 R平方它所target的对象 它所瞄准的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 这个内在的这个器官呢 这是第一个内服的产品 我们所诉求的对象是 有关于我们线粒体的年轻化 这个线粒体可以说 对很多人来讲又是一个新的名词 就像1992年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抗氧化剂 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基的 那个时候 我自己开始吸取很多有关自由基 有关于抗氧化剂的知识 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 那现在呢 R平方出来了2011年 忽然之间大家开始要了解 线粒体对我们人体的意义是代表什么 因为乳行公司给到我们这个产品嘛 后来我也做过了很多的研究 就发现人的衰老 是因为我们线粒体衰老 我们才出现老化的问题 而不是相反的 很多人说科学家说 到底人是线粒体先老 人才老 还是人老了以后线粒体才老 这个在北欧的一些科学家 他们做了一个小动物 小老鼠的实验 这个小老小鼠的实验 让他们证明到 人是因为线粒体先出问题 我们人才出现老化的现象 这个实验呢 让我明白原来乳行公司 要给我们R平方这个产品呢 是因为我们先解决 我们R那个线粒体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线粒体主宰 我们人体的能量的产生 所有所有的生理活动 包括新陈代谢 包括排毒 包括我们的那个 所有的这个能量 我们需要的能量 就是人活着就是要靠能量 人如果没有能量了 就不动了 动不了的时候 我们就提早衰老 是不是 所以R平方这个产品 非常重要 那R平方是我们的第二款产品 第三款的 就再过了两年 我们推出了2013年 我们开始有TR90 H-Lock TR90 这是硕身系列产品 这个硕身的产品呢 在我们的这个产品系列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肥胖 也跟我们老化有关系 我们说胖就是老 或者是老等于胖 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也身体脂肪过高的时候 他们就叫做提早老化 那情况跟R平方有一点点像 我们会不会是因为 先让自己的身体 出现了不正常的肌肉状态 使肌肉太少 脂肪太多 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很多 跟老化有关系的一些疾病呢 如果我们把肌肉增加呢 增加肌肉 是不是就可以改善呢 对 我们发现增加肌肉 我们的基础代血率就会增加 基础代血率一旦增加了 我们就会很轻松的 回到年轻的健康状态 这是TR90 但是增加肌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饮食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运动 但是你就算是你最认真的运动 你最认真的限制自己的饮食状态 最标准的饮食状态 你拼命地在健身房运动 很多人还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肌肉的这个表现 数年后还是几乎是同样的身材 而凭AGLOCK TR90产品呢 就是帮助我们从基因表达力的部分呢 让我们又回到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状态 让我们能够产生肌肉变成是 跟年轻的时候是一样 也可以就是说我们说30天 或有的人要时间长一点 多长一点 他们要吃两个疗程 要180天 他就会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子的基因 大家想想30天三个月 时间是不是很长啊 如果从一个认真健身 来达到硕生效果的人来讲 他这时间一点也不长 他是突破了很多很多很多 想要能够健身的人的这个困难 好了我们有这样子的产品 我们有了青春的钥匙 我们是通过用我们所说的 这个AGLOCK这个产品呢 去解开我们青春的钥匙 因为什么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因为钥匙孔很多很多 就是它是一个cluster一个cluster 一个群一个群的 跟年轻基因群组 我们是这个产品要帮助我们 是不是解决一两个基因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那幸亏我们有生命基因公司 我们买下了这个生命基因公司 因此那五亿笔的基因资料库 是我们公司的智慧财产 我们公司也在这个产域 这个领域上面 我们占有大概占到百分比是 也不是百分比 我们最少领先三十年以上的 这种优势 因为生命基因公司的科学家 他们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来收集这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被收集是人类 在学术研究的地位上面 我们给他们的这个贡献 标注了一个特别的记号 就说这科学家是全世界 最有耐心的科学家 因为他们三十多年 都只做同一个实验 这一点我可以证实 我就是我所知道的 每一个研究科学的人 都很难做到的这种耐心 跟这种孤独感吧 也许因为很多人 在做研究的时候 就希望快点出成绩 快一点出现一些表现 他们可以发表文献 但是你要晓得 这两位科学家 他们一个实验一做下来 要花十年的时间 完成一个第一个实验 再花一个十年 再完成第二个 这个第二是第一的续集 而不是另外一个新的 这要多大的耐心去做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们 好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 我们知道 H-Lock是如心公司 为我们抢下成功的 逆临的解决我们衰老的问题 而且是让我们能够赢在起跑线上的最大的保障 就是抢衰老这个工程 这样子的产业 我们要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竞争者 都想要在这个部分拔的头筹 对不对 就跟做药的人一样 他们都想要研究出来 能够解决疾病的这个药物 但是我们这个是抗衰老行业 抗衰老不是现在最新的话题吗 所以我们说既然是要抗衰老 那我刚刚讲说是 我们是赢在起跑点 为什么呢 因为在基因的下面里面 做文章做研究 做改变 不是改变基因本身 而是改变我们的基因表达力 让我们的表达力能够回到年轻的状态 这个是一个最核心 最基础 最起跑线的原点 我们的原点问题发生在这里 我们就要在这里把它解决 不是吗 所以我们保障到 我们的产品最少领先了这个行业的30年以上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BROV 第二个另外一个如心公司 在去年的前年 事实上是在前年年会上面 它宣告 我们公司收购了一家垂直摘培摘种技术 我们叫做可控制环境的一种农业技术的公司 而且是有专利的 BROV是有全球专利的种植技术 他们所做的这个这样子的工作呢 为什么我们公司要收购GROV 我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GROV它既然是一种农业栽种技术 那如心公司过去所做的每一个有关于植物性的产品 我们大部分都是通过器做方式 去向农民农家去打合约 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规定要求 来帮我们种植这些我们的原材料 比如说我们的林芝是在安危省同城县大别山路种的 那么当地的农民是不是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种林芝 他们不是他们用我们的要求方式来种植断木 因为我们的林芝要长在完全没有被污染的断木上面 然后我们再在那个断木上来培养一株一株的林芝 那这样子的林芝栽种出来到达最恰当的时候 我们收成它来提取我们的林芝成分 那我们现在来了解如果GrowV它用GrowV的方式是 是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一个突破 为什么如新公司一定要来收购这家GrowV公司呢 因为GrowV是它的诉求最重要是从种子一直到答案 最终的一个答案的整个过程一个植物的栽培过程 它都非常非常细心的呵护到了 因为种子是这个植物最原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源 那如果我们今天需要提供很多的植物性的原料来源 我们要来做成我们的成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非常确定知道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我们的我们要的成分是非常优质 而且非常完全不需要担忧它的可能被污染的可能性呢 大家知道我们现代的农业其实很大的危机 是跟过去农业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种子整个已经面临到老的种子是要被灭绝的状态了 要被灭绝的状态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农业都已经变成产业化了 种子公司负责生产所谓的绝育种 来让这个大农作呢去去做这个去去做购买 因此呢很多很多农业变成非常的懒惰 那又加上污染自然灾害还有战争的影响呢 很多很多的原始植物已经没有办法取得他们最优良的种子了 那种子一旦不够优秀不够优质 它生产出来的植物生产出来的古物类蔬果类 它就没办法给予给到我们最好的营养 不单单只是土地利用地利被耗尽的问题 而是种子本身史上已经都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这件事情很让人痛心 但如新公司它的忧虑更在于 如果我们不断地发生地球自然环境的一个变化 我们很多很多地方不是出现干旱 就是温度太高 要不然就是森林大火 污染地下水源污染 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我们的原材料 我们即使再小心我们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材料来源越来越不够供给到 我们所要求的全球供应量 常常一旦它缺货的时候 是要等到下一个年度再栽种的时候 不是说短期的缺货 而是要长时间要缺货 受限于一个栽培过程 所以当Growee这个提供出来的给到我们的如新是一个 我们解决所有我们要面临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 供应量的问题的一个限缩 我们可以扩大这个种植 可以扩大不受环境的影响 我们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种植出来最优秀的植物 我们可以能够在最不利于生产的情况之下 都保障我们的产量不会减少 因为我们全是室内 而且是垂直栽培 不需要很大的面积 我们所需要的面积 非常非常的有限 大概25英尺乘25英尺 它所生产出来的量 就是原来要多少公母以上的这个农地 才能够生产出来的量 我们可以想象它限缩到多小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想象这样子的这个农作方式 它可以带来有什么大的好处呢 如新公司要达到要做到呢 我们用一种方式来筛检 最好的那个基因表达的植物基因表达 它用CEA最好的环境来提供 让种子能够长出来最好的基因表达力 基因表达跟我们人类的基因表达一样 Human Genome跟Plant Genome是 一样都要想要在最好的环境之下 它会得到最不容易得病最好的状态 那最好的状态之下 生产出来的growing植物 我们可以产生出来 最能够让我们使用效率最高的 最好的那个内在成分 拿到最高的使用比率 那我们公司说 在未来的12个月里面 华帽尊润海说 我们会有新的华帽产品 跟新的new skin的皮肤保养品 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growing成分 特殊的growing成分 那其中它透露了说 比如说我们会有帮助减少我们的这个污染 减少我们的压力的 擦的跟吃的保养品 吃的当然就是我们华帽的产品 可以减少我们身体里面已经被污染的这个状态 那么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状态 这些都是要靠最新的growing产品 那我们相信growing产品的aglog 再加上aglog 这个两个技术合并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一个一加一 远远要大于四的一个成果 因为不是只是单纯的加成效应 而是有出现更强大的 这种复合性的这个惩罚效应 那说growing呢 是我们保持能够preserve 还有clean way to grow plant 是保护育那个种子不被灭绝 让种子呈现出来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它是最纯净最好的一种成长方式 那它说到它的成长方式呢 它就是用的电力水分 用的水是传统农业3%而已 我们使用的电力是垂直 其他垂直农业的5%而已 非常小的电量 非常非常小的水分 我们水资源要是非常有限的资源 将来我们的地球发生暖化现象 水资源变成是最稀缺 而且甚至很多国家为了水而打仗的 这个可能性都会发生 所以水是非常宝贵的 这个Growing技术它可以给到我们是无限大的去放大我们的HLock产品的效果 我们也无限大的可以去放大我们需要的需求量 来保障我们能够出现成翻倍的成长 那Growing在不久前就是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被宣布正式进入畜牧行畜牧业 它要做动物的饲料产业 那为什么要进入这样子的畜牧业 它会要做从比如说我们说牛好了 牛是吃牧草长大的 但是我们的经常看到的牛因为牧草生产的季节是有限的 它会在比如说在北美 它牧草在生产到最后就是变成干的 干的牧草呢 牛一样都要吃这个干的 已经储存了一段时间 可能营养已经非常有限的这个牧草来过冬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用Growing的方式来种牧草呢 我们提供给这样的畜牧业 那么畜牧业长牛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用得到的是乳牛 乳牛也是要吃牧草是不是 然后还有什么叫做肉牛 肉牛要吃的是我们的平常的食物 乳牛提供的是牛奶 这个产业如果一直这些牛每天都吃到是Growing的牧草 每天都有新鲜的牧草供应 而且是最能够滋养这个生物动物的这些牧草 就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对这个畜牧业 有什么样的帮助跟改进 事实上如新公司是要进入到我们的食物链里面 把Growing融入到我们的食物链 因为说穿了说到底 如果我们的每天都顾着吃这些营养保健品 可是我们的食物来源 没有办法保证到得到最好的食物来源 哪怕是我们吃到的食物全是有机食物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不是非常理想的那个种植状态 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保障 一定是我们的买得到的有机食物 所谓的有机食物是真正的有机 所以我们从如新的布局里面我们看懂 原来它不是要只是单纯的给到我们最好的医养保健品 让我们保持年轻 让我们回到年轻的那个表达力 在基因方面一直保存我们最好的基因状态 使我们能够延长寿命 而且增强给保障我们的生命品质 而是它要进入到帮助我们从食物链里面 我们每天所吃到的食物 一步一步的得到一些改进 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个人家庭里面 都有可能会有一个小的growy pot放在家里 像微波炉那么大小的一个growy pot 它会帮助我们去解决部分的这种蔬菜食物 我们可以得到的可以长出来的 足够我们小家庭使用的growy pot 这也就在我们未来可以看得到 将来的蓝图里面会有 将来的蓝图里面 你会得到更好的健康 因着我们有一个这么伟大 是这么远见的工资 每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是保障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的健康 每一个市场的占有 每一个保障都要提供给我们 未来几代人的一种幸福跟他们的生命品质 所有的一切在如心里面 你会看到都不再只是一个画出来的大饼 而是你可以真正的取得那我最好的给到大家最好的健身 就是我自己在30年经营如心以后的我自己的人生状态 跟家庭的健康状况 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都是感谢如心的这个产品上 给到我们的帮助 也就是因为如此 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下去 谢谢你的事业 谢谢各位 刚才刘老师为我们描会一幅美好的誓言 给我们的热情 鼓舞我们的斗志 最后呢 请周南山诗一句话 结束今天的内容 在春晚花开之时 我们在繁华 大家听再见 是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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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